新冠肺炎确诊死亡个案火化争议不断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没有24小时之内火化的规定 让不少家属情绪炸锅 害他们不能跟死者好好说再见 台北市长克文哲认为指引不明确 不仅地方执行困难 也对往生者家属造成二次伤害 陈时中部长他的解释说 其实24小时内火化是对的 只是没有冥想 你听了之后有什么感觉 讲清楚就好 我们也没有说这个 我们也没有去攻击他什么 全台湾所有人都是这样认为 所以我觉得他当时就不要 也不用再去讲说什么没有写 他这样讲好像都是我们白痴的样子 有网友翻出去年6月台北市疫情记者会内容 打脸柯文哲指导中央不强制 24小时火化确诊遗体 对此刻必回应 如果全台湾都误会 那就不是自己一个人的问题 这个是地方的权责 到底是谁的权责 还是他甩锅 市长甩锅给你 我跟你讲 如果全台湾都误会了 那就不是柯文哲一个人的问题 今天全台湾22个县市 全部都以为要24小时要火化 那个就不是只有台北市的问题 强调中央只要规定清楚 地方政府都能配合执行 现在关键在于哪里可以暂存遗体 柯文哲指示两天内定出相关指引 希望能让家属至少见上 往生者最后一面 记者游祥亭 台北采访报道